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 我一直说消费主义物质的时代 物质的世界 多么看重人有多少钱 穿着多么华丽 首饰 各种的化妆品多么好 很注意这个 可是今天的圣经的教训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子 他这写很简单 你看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的会堂了 我们常常在礼拜天的时候进教堂 有的人穿得很华丽 穿得很好的衣服 我们就会注视他们 同时有一个衣衫蓝绿的人穷人也进来 我们就会把那个有钱的人看到外表华丽的人 做好的位置 做上面的位置 把那穷股人放在下面 所以这边圣经说 我们偏心判断别人 天主不是这样拣选了世俗认为贫穷的人 是他富裕信德 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 我很愿意跟朋友们分享 我们已经第四年代我们的同学到印度的垂死之家 印度的垂死之家 他那边在德勒萨修女的所照顾的有六个机构 除了垂死之家 他们到街上找那些无家可归的平民死亡的人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志工说 他看到一个人用手打他 他就没有理他 后来他们在巡回固定的点 有游民在街头上流浪的游民 他再去找 后来结果有一个人用手打 旁边有一个人没有用手打 都闷闷在那个地方 结果他把那个人救到回到垂死之家 结果没想到第二次在巡回的时候 那个动手动他的人 是最后的灵危的一些动作死掉了 这是叫最穷苦的情况吗 我们再碰到那个街头上的那些小孩子 已经有精神状态不正常的 比如说随地捡垃圾吃 在修士们照顾他的环境里面 随地捡东西吃 然后一天洗澡要五次 因为他大概洗澡很珍贵 所以一直跑到那个洗澡的地方跑几次 洗完了还要跑过去还要跑过去 我们不晓得他的行为模式 有的是一直在打人 你看到那个人间最所谓的穷苦的情况 可是我们在修女的垂死之家 照顾那些穷苦的人 我们的经验 有的时候一天死亡一位 有的死亡两位 有的死亡三位 一个礼拜我们就碰到六七位 为我们学生是非常震撼 但是非常特殊的经验是看到那些人 如同德勒萨的书里面常说的 我十八年好像社会上没有人要的流浪的狗 可是我最后死的时候是有尊严的人 这又跟我们那个李云大同编里面所讲的一样 人在走的时候他是有尊严的一个人 那我们在那些穷苦的人身上 看到人最简单的吃喝穿的需求 看到人跟人之间最简单的 彼此和谐的合作 用爱来关怀 看到那些残障的人 那些垂死的人 因为我们给他洗澡 特别细心的照顾他的眼窝 照顾他哪个地方 他给你流入那个感恩 所以人跟人之间应该是没有距离的 是彼此可以和谐相处的 是彼此可以互助的快乐的 这个基本的宗教信仰的理念 所以不要看不起穷人 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说法 我们要抛出这些偏见 然后积极的好好跟穷人来往 我们可以在穷人身上学习太多了 因为那些有钱人带来的权势 力量 压榨人 剥削人 谎言 欺诈 贪污 各式各样的 那我们在穷人身上反而学到 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 单纯的爱跟关怀跟感恩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